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地区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最近我国再次与我们的铁格门巴基斯坦达成合作计划 可谓是再次让巴铁的人民欢呼雀跃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媒体报道称 一直被搁置的改造巴基斯坦一号铁路干线近日终于有消息了 该工程于近日动工 中国承包施工 据悉此次工程造价总计为68亿美元 相当于470亿人民币 费用将由中巴两国共同分担 这无疑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改造完成后 这条干线的列车的时速从原来的63公里就可以提升到165公里 通行的列车数量也可以从原来的日均单向34列提升到171列 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该线路的运输速度 经济效益也随之提高 大大改善巴基斯坦人民的生活方式 此外 此次项目中的41亿美元还将用于在巴铁进行本地采购 设备等一系列活动 从而带动当地供应链间的利润 创造近15万个就业机会 在中巴经济走廊15年以来 中国已经帮巴基斯坦完善了各方面的设施建设 同时帮助巴基斯坦的经济取得了飞跃式的增长 在中巴两国互利互惠的情况下 巴基斯坦也为来自中国的投资开绿灯 据悉 巴铁将离岸采购合同的预提税额降至1% 这足以看出中巴两国正朝着和平发展 互帮互助的双赢局面大步向前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国的基建实力强大为前提而达成的 这不由得让某些国家看着眼红 就在此消息一出后 很多印度网友纷纷表示中国铁路基建大幅度领先印度 现在就连巴基斯坦都要超过印度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找回面子 所谓的印度专家便出场了 印度专家表示 中国的基建实力不过就是修修路而已 并且认为在我们国家修路没有印度修路多 分析的依据是 印度的建设的总理程数达到了800万公里 比我国高出350万公里 几乎是达到两倍 事实也确实如此 但看待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然后就会发现印度人这是在自己打脸 印专家表态后 却被印网友怒对 很多印度网友表示 自己每天都走在印度的公路上 印度的路什么水平他们比专家更清楚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印度虽然总理程数是比我国多 但是看看印度当地的路就知道了 这个数据添加了许多水分 印度的公路放在我们国家可不能叫做公路 应该叫做乡村小路 那种路面晴天还可以正常使用 可一到了雨天 就直接变成沼泽地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的路修的里程数长的原因了 因为几乎这些路根本就没有做过改动 就这种基建水平还来嘲讽我国 中巴这次的铁路合作计划之后 印度人也清楚了差距 这也很好地证明了一个观点 只有自身强大才不会受到他国欺负 今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我国的基建实力 未来必定世界各国都会成为中国制造 其实之前印度也曾眼馋中国高铁 向中国高铁项目抛出了橄榄枝 但就在中印要达成合作之时 却被日本横插一脚 如今秀了七年过去成了烂尾工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2014年莫迪当选印度总理后 雄心勃勃地掀起了一场印度经济改革的浪潮 为印度建设起如同中国一样发达的高铁网 成了莫迪颇为关心的事情 平心而论 莫迪是位出色的经济型官僚 印度在GDP保持7.3%高增长时 他还把通胀率控制在了4.3% 印度人收入增速高于物价上涨速度 幸福感普遍提高 与快速增长的经济指数相比 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就如同华贵沙利上的一块补丁 寒酸而又碍眼 事实上 一提起印度 最能想到的词就是差距 诚然 贫富差距过大是印度的现状 也是世界对于它的看法 那么 印度国内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知道由于印度的特殊制度 导致国内贫富差距大 繁华的地方总是高楼林立 而偏远的地区 首先映入眼帘就是做做贫民窟 不仅如此 印度的交通设施极其简陋 公交车没有门 民众可以自由上下 甚至现在的印度火车还是人挤人的窘境 不过俗话说得好 要致富先修路 一个国家想要得以发展 就必须建设健全的交通运输网 保证通畅的道路运输各方面资源 显然 印度为了自身的发展 已经下定决心改善国内的交通环境 印度要建造的这个高铁 是从印度孟埋首府到达艾哈迈达巴德的路线 全程共有500多公里 预计投资达到170亿美元 并且印度计划于2019年开始动工 2023年正式开始运营 不过印度建造的计划公布后 吸引了较多国家的注意 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国家 实际上 印度最终的选择还是在高铁建造方面较为成熟的中国 但就在中印即将签约的时候 日本半路拦截 一举拿下了印度的高铁建设项目 想必一定有人会好奇 究竟是什么原因 印度会选择日本来接手项目 其一 印度的无理要求 当时的印度拥有着全球第一的外债 要想建造高铁几乎不可能 所以 印度在跟中国谈合作的时候 提出要向中国贷款80% 这无异于是狮子大开口 面对这样的情况 中国自然拒绝 所以这个建造的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 实话实说 印度的高铁建筑的确是个香波波 世界上有能力建造高铁的国家都在基于这个项目 由此在中印合作单个后 日本突然横插一脚 还向印度提出了无法拒绝的条件 修高铁 同时还为印度提供800亿 不得不说 此番安倍晋三的决定 对印度来说极具吸引力 所以印度很快就投入了日本的怀抱 其二 日本的企图心 一方面 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 印度有着大量的低价劳动力 而这些劳动最受发达国家青睐 另一方面 日本和印度都与美国关系较为亲密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还算是半个盟友 如此一来 日本与印度的合作 美国并不会加以干扰 反而会乐见其成 不过 算盘打得再好 也得看是否能落到实处 但很显然 印度有自己的谋划 而日本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日本在印度修建高铁时需要征收土地 但到目前为止 这一不仅完成了百分之一的进度 而想要达到完全征收土地的目的 恐怕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然而 印度也有自己的盘算 从印度方面来看 印度希望日本可以教授他们高铁技术 这样一来 日本就只需出钱和装备 而印度人可以自己做建设的活 毫无疑问 印度是想空手套白狼 再者 如果日本真的只出钱和装备 单靠印度人建造的高铁 只怕是没有安全保障 而日本也极有可能因为 印度高铁项目失去更多的合作伙伴 值得一提的是 同样是合作项目 作为泰国境内第一条标准 轨高速铁路的中泰铁路 已经出具规模 且预计在2023年正式投入使用 届时将会是中国与泰国重要的沟通桥梁 再反观越南 同样和印度一样选择了日本 也同样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局面 事实上 不论是印度当初的背信弃义 还是日本的横插一角 多多少少都引起了中国的不满 但从现在的情况看 这对中国来说还算是件好事 并且中国还需要向日本表示感谢 毕竟日本的现身是法 无形间帮助了中国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有读到见解的朋友请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了